全工大學人力潛艇團隊 陶海人由學生們自製潛艇 日前赴英國第二度參加今年的歐洲 國際人力潛艇競賽 靠著團隊合作 這次陶海人不僅是完成了全賽道通關 打破前年首度參賽紀錄 也在最後拿下了第五名 創下團隊競賽的最佳成績 為臺灣爭光 羅蔣剛運行 潛艇卻緩緩下沉一度觸底 索性接著就順利上拉 今年的歐洲國際人力潛艇競賽 六月二四到七月五號在英國舉辦 成工大學人力潛艇團隊陶海人 帶著第二代自製潛艇 佩加索斯號 前往參賽拿下第五名 創下團隊競賽最佳成績 比賽的時候有發現說 蠻多隊伍都是以機械式的操控 去作為最保底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這一次就是 先用機械式的方式去操控潛艇 我們要先把那個潛艇先配重調好 確定是跟水差不多密度 就是中性浮力的狀態 這樣子他進去才可以直接開 轉動踏板測試傳動系統 團隊二零二二年首度參賽 拿下最佳新人獎後 接著就著手打造第二代潛艇 耗時十六個月完成 今年與美國加拿大等國家 共十七組團隊競爭 拼性能也拼技術 在完成各項關鍵測試後打入六強 取得敏捷賽資格 藉由上次經驗看到更多的事情 技術面的設計製造 還是說參加比賽 或者甚至整個團隊的組成 和怎麼樣訓練 或者是怎麼組織運作 等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進展 完賽後水面上出現震震掌聲 儘管期間曾遭遇裸獎斷裂 垂直墮面失控的突發狀況 但憑藉著團隊合作 成員們一一克服難關 團隊也將以這次經驗為借鏡 做後續整合改進 期待未來能再次為臺灣爭光 記者溫正恆 陳懷與莫昭全臺南報導